台湾兵不够美国大兵不?台国防预算书说事关89706人,士兵44127人,军官36232人,为何自由时报不靠邀恢复征兵制?9月07,2021,台湾军队由于搞募兵制,士兵缺额严重,国防部所属预算书表,指出,事关约士兵两倍,军官属约士兵的82%,以后打仗都是官打先锋吗?我提过自由时报多年来呼吁恢复征兵制,美国总统拜登说不替诺夫打仗后, 自由时报反而不说话了,是你们以前说错了?还是突然觉得美国大兵会填补缺额?如果台美军是交流,他们有派士兵来的话,一定会发现台湾军队真机型,大头兵少大头官超多,若是派军官来,那就会发现台湾这么少军队怎么满天心,募兵制的钱是这样花的?根据国防预算书页,国军总员额之国内人员761页,PDF页数,其中,军官36232人,士官89706人,士兵44127人, 学生11244人,文、交,值1067人,聘雇5181人,驻外人员103人,军事人员预算为1632亿4769万8千元,全年度预算数3280亿3176万6千元,占比极高20业,为何台湾要养花这么多钱的军事官呢?话说回来,虽然我也鼓吹全民皆兵制多年了,而且是至少当三年兵以上, 但现在美国人不在乎,多年来靠腰恢复征兵制的自由时报不在乎,民进党也不在乎,我看,有人说台湾世界可上市借中华民国可搞台独,我看这根本不对,套台湾民意基金会研究员黄拜章在美国外交政策台湾军队是空壳的标题,反正都是可,中华民国都是空壳了,台军是空壳也不会有人在乎的啦,Blackjack2021年9月7日目兵制结果部章, 国军是空壳外交政策曝台湾军队问题,上报国际,台湾民意基金会非常助研究员黄拜章投书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标题直批国军是空壳,台湾's military is a hollow shell,提到国军内部面临诸多问题,包含缺兵,动员系统糟糕,当面临战争时,可能会无后备战力得以支援,却迟迟无有效对应政策解决,评论引述现役军官陆军灵性忠孝说法,实际上人力边线比都只有60%到80%之间,而此意味着,当� 战争开始,会有三分之一的战车无人操作,谈在立快评国军不可说的秘密08、09分之41万2020107言论谈在立,继上月底被批评为常共军志气,灭国军威风的国防部110零年中共军力报告书公布之后,根据明年度国防预算书,在国军总员额人员中,国军的士官有89706人,而士兵只有44127人,士官人数净比士兵人数多出一倍,官士兵比例已严重失衡